台風從高雄出海 原本因為壽孤磊溪暴漲 要封閉的玉里大橋 也因為水位下降 暫時不封了 那我現在記得鎖在位置呢 就是在花蓮的玉里大橋的入口處 我們看到現在現場的雨室 稍稍趨緩 不過其實在剛剛更早的時候 其實雨室呢 是更小的狀況 但白天玉里鎮 陳甘露的便橋 才因為吸水的強勁力道 讓路面薄油路斷裂 出現大坑洞 橋下滾滾的溪水 都被土石染黃 水流相當湍急 便橋斷裂處工程人員 只好先用三角錐和路障擋住 警示來往車輛 地帳接貨便橋遭沖毀 也立刻前來瞭解狀況 大概四點左右的時候 里面通報 說這邊洪瓦屋的出入口 探方的洞 他被水沖刷了 然後我就趕快過來這邊探 你想要說真的探他滿嚴重啦 而且剛剛我們在做維護的當中 還有細分他的現象 便橋斷裂相當危險 幸好當時五人受傷 也提醒民眾 颱風天開車上路 真的要小心路況安全 華視新聞花蓮綜合報導 你好我是宋彥銘 想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緊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頻道